我们要做一个飞溅的效果 那这个是一张平常的图 那做完就像这样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是原始的图 那第一个,请你由下往上看 最下层或是不同方式来看 第一个看到黑白 黑白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把饱和度去掉就变黑白 在Photoshop有很多去掉黑白的地方 第二个,它有点点模糊效果 原来是这样模糊效果 第三个,这地方还是保留彩色的 那完影像处理的第一个手则 要改哪里先选哪里 要改哪里先选哪里 先把它选起来,接下来再来做下一个动作 所以呢,其实这两个 一张图在下面是黑白 一个蛋在上面,这个蛋可以个别选起来 在Photoshop提醒你要有图层的概念 在操作上会比较方便一点点 好来,我们回到Photoshop来 这原图开起来,第一件事情 往下拉,就拉两个吧 那两个,其实有很多手法不一定要跟我一样 但想告诉你,我希望待会黑白的是一张图 然后呢,彩色的是一张图 那黑白再加模糊就算一张就可以 其实原始图通常我们会留着啦 就等下做比对,来,眼睛关闭 第一个,把它变成那个黑白的太简单了 影像调整 那变黑白其实你可以选这个哦 这个也可以调哦,黑白就变黑白哦 这样也是黑白哦 所以想告诉你变黑白并不是代表说只有这个 我们刚刚用去除薄度 从这里可以,我这样点这个也行 都对,都对 反正你看了,点了就好了 那接下来下一个,要再加模糊呢 模糊就这个做了 滤镜效果想加一些效果模糊的地方 让主角清楚色彩的 那其他的背景呢,变成黑白并且加模糊 那模糊高是模糊齐的 哎,我用动态模糊效果可不可以 动态模糊效果 那这有及时预览功能啦 所以你去拉看看就知道了 这左右对称晃掉的效果没有 晃得多,看得不是很舒服 这个是左右晃哦,来取消一下 再来 滤镜的模糊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碗点再说 这方框呢,辐射的,放射状 放射状呢 拉一下看一下 回旋这个 放射状模糊 看不是太清楚了 预览一下,太多了 这没有预览功能就比较麻烦 模糊的地方 我刚才找那个放射状 这个太强烈了 太强烈了 由中心点慢慢往外扩散 再确定一下 这里没有预览功能就只能四楼 辐射状模糊 Ctrl-Z,后悔再来 这是放射状表面模糊 这个都可以试试这样 智慧模糊,镜头模糊 其实这个晚一点再来说 方框的 你就去看效果就好了 有预览功能就比较方便了 你一点点就知道 大概知道是你要怎么样 我稍微给他一点点模糊 四个像素模糊 六个像素 好,来五个好了 好,背景都做完了 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 把那个蛋选起来 关闭了,换它了 那千万不要在这里这样工作 你不可以点了这里 然后在这里工作 来,那这里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把这蛋壳选起来 Ctrl-加 Ctrl-加放大 按着空白键把它移到正中央来 用什么来选 首选一定做什么 快速选取工具 如果它能够搞定 其他我们就不做别的 那先起来稍微注意 我们看中间一个减 为什么 一开始是减掉 我都还没有减东西 来,一开始描绘要在正常的模式 一 第二个,如果要增加是这个 要减少是这个 好,重新去减掉局部 所以先选第一个 那就周围开始描吧 还没描完哦 这样子描到蛋里面 这边也要哦 那这边也要哦 超过去,有看到吗 那其实这样还不够稀释 放大来看 接下来恐怕不是它 你就知道这个快速选取工具 把这个地方不要的地方它要选进来的 你就不需要在这里再往上秤 接下来我想跟你建议 通常恐怕是这个会比较方便 选取工具是互用的 点完这个以后 你要把这个蛋壳的地方 这边把它剪掉 那我想顺便再告诉你一下 其实这张图不是那么重要啦 快速选取工具 周围不会那么干净那么漂亮 那没关系 因为重点这里不是要选人 要剪掉这一块哦 我刚很快把它选完再来 利用这个多边形 这个选起来太累了 用这个选的话 你滑鼠要一直压得不放 手会酸 所以用这会比较轻松一点 点一下放开,点一下放开 我们刚刚有做 那接下来用什么 剪掉 对不对 这个是预设状态 这是夹子剪 剪哪里啊,开始咯 来 点一下放开 点一下放开 那其实你点越多点 你的蛋会越来越来越 来,点完以后呢 按两下 就把这一段剪掉了 再来再来 蛋也一样,这里咯 点一下放开 点一下放开 这个蛋应该是这样 好 把这框起来哦 被你框到费也按两下 就剪掉 看不到要再加回来 这里有呢 来,再Ctrl加放大一点点 哦 放这样 这个地方呢 你看它走的路是走到这里来 有看到吗 那弯回来 这段我也要,要把它怎么样 加回来 好 点一下放开 点一下放开 用这个来卷 我觉得比较 好,把它框起来 最后按两下 按两下,double click 再把它加回来 再检查这周围吧 看起来应该还好 看起来应该还好 好,来,如果要平整一点的话 任何选举工具 最右边都有这个 调整边缘 上次我们做过 调整边缘 点起来看一下吧 旁边其实 闯闯的 不是到那么干净 你可以自己这个再来设 看要不要设平滑 平滑就比较柔边了 平滑就比较柔边 这个 我觉得旁边也许柔一点 不要到那么强烈 锯齿状 这是可以做后续调整 这就是选举区 那通常这地方 我们选择黑白 那开放到这里来 看一下 等一下我们选举的地方 变这样哦 黑白再检查,如果没有问题 按确定 哦,我不小心按到取消了 眼花了,来 我们刚把它调什么 雨化 旁边会比较柔化一点点 平滑,sorry 念错了 按确定 那其实看看,你仔细看哦 其实雨化这地方 已经被删掉了 那不过没关系啦 因为这个图主角 并没有到那么 那在Photoshop 其实选的过程 你刚花了多时间 又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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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使用了好几个工具 所以选举区呢 其实建议如果好习惯 我建议你好习惯 最后怎么办 这里 把这选举范围 把它储存下来吧 储存下来 下次要再选的时候 不用再选 只要载入就好了 有可能我第一次这样做 第二次我觉得 我后悔要做别的事情 所以我现在选 点选这个 储存选举范围 不储存下来 那给它个名字吧 就当蛋壳好了 好,slack选举区 可以打中文哦 我懶得打中文 选起来东西呢 在什么地方 我先取消一下 取消,还记得吗 是哪一颗 那下次再叫进来呢 它其实就在哪里 就在设版的slack这个地方 当你把这个拉到这里来 就叫做选取区 哦,又选回来了 然后别忘了再切到这里来 又回来了 所以这选取区 你把它储存下来 以后要再用的时候 来再取消一次 不用担心 不见了,我要再用呢 我要再使用 从哪里 设版这里 就在这里 储存的选取区slack 就在这里 你把这里呢 拉到这个地方来 或者按右键也行啦 按右键 不行哦 拉到哪里 拉到这里来 有没有,虚线这里 框 就变成选取区了 别忘了要再切回到rgb 就是我们正常图形模式 好,来 那选起来以后呢 做什么事情 回到图层来 这个地方 我只要淡的区 其他地方都不要 记得吗 按右键 哦,为什么按右键 老师怎么不见了 你的工具不对 现在叫什么 叫移动工具 必须在选取工具 它才有一个功能 按右键 才能做什么 哦,没有点好 没有点好 没有点好 要点到这里 确定点过来了 确定点过来了 点过来会这样 好,按右键 就可以什么 反转 反转现在什么意思 我就选到 除了这个蛋壳外面的东西 再把它按delete 那就生这个彩色蛋壳 好,这时候再来做 取消选取 那就把它结合起来 那这个效果,你们看到 老师旁边好像有光云的效果 这就是我们刚刚所 摄平滑化的效果 如果说老师我不要平滑化 那可能就得重来一遍 那得就才重来一遍 这个 那这个就来做这个效果 这个就是圆图 彩色焦点 那这除了做在这个 有时候你可以做在人像上面 也可以 不过各位可以先试一下看看 哦